22对亲子齐聚在慈祭南京会所 志工举办亲子夏令营 透过相关的人文课程 培养小朋友的人文涵养 上人给我们的教育理念是 教之以礼 御之以德 那我们也希望既有这样的一次 亲子人文夏令营 可以推广社会大众的人文涵养和礼仪 别以为孩子年纪小什么都不懂 在花道客的一草 一幕中 他们感受深刻 之前我与妈妈去在骑机插过一次花 这次第二次插花感觉比上次好多 这次老师给我们的一些提示 让我更有了一些放大空间的想象 同样也是品格教育的建立 在福建漳州 志工举办围棋五天的儿童成长快乐营 让孩子从游戏中学习生活及生命教育 我觉得这个活动就是从小就把这种关爱中入了他的内心当中了 所以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应该他可以除了自己生活好之外还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 我觉得这个小孩子在这几天学到这些东西 如果能够真正学到心里面的话 他们以后人生是非常很有帮助的 孙琴对志工教导孩子环保 感恩和孝亲 让亲子间找到了幸福 大爱新闻 这上面志工综合报道